女人缓缓俯下身子 直接就想让男人给自己做个核酸 没想到男人找了的借口拒绝了 这下直接给女人整不会了 与此同时 和阿祖做完实验的安娜刚想回家 就碰到兔子派来的沙手 随后安娜被欧雷克装进了后备箱 正当她准备带走安娜时 经过询问两人得知 欧雷克已经将消息传了回去 得知消息的兔子随时都有可能过来 阿祖直接提议 与其座椅代毕不如主动出击 安娜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也表示弹动 可就在这时利贝卡突然找上门来 看样子是想和阿祖再做个实验 为了不暴露屋内的情况 阿祖找了个借口带她离开这里 临别时利贝卡依依不舍 不料这一幕全被凯哥的管家看在眼里 与此同时 安娜这边也出了问题 安娜刚想跑就被一把拽倒 欧雷克上前抓起头就是一记电跑 随手把安娜丢在了墙上 安娜刚想拿枪反击 就被欧雷克一记裸脚放倒 安娜一记鞭腿击中欧雷克头部 才刚脱身 就被欧雷克一拳击中脸部 随后一记右鞭腿扫掉手枪 接着一个左正弓踹出入外 欧雷克刚想趁胜追击 就被安娜一脚踢当放倒 随后安娜抓起凳子酷痴就是一下 此时阿祖也正在回来的路上 可刚结束战斗的安娜已经奄奄一息 惊慌失措的阿祖赶紧将安娜送往医院 经过抢救安娜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得知消息的戈登也赶了过来 看到阿祖也在这里 戈登的怒火当场爆发 他质问阿祖为什么安娜每次受伤都和他有关 阿祖解释这一切都只是巧合 但戈登此时已然意识到了什么 安娜没有回答戈登的问题 而是让他赶紧接上孩子离开这里 得知安娜和阿祖位置的兔子 召集了所有手下赶往你腰阵 此时阿祖也正在为兔子的盗来做准备 另一边赶到学校的安娜 透过窗户看到正在玩耍的儿子后 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可下一秒 出现的人正是兔子 安娜健壮立马跑到楼下阻止 可等赶到时已经为时已晚 兔子带着孩子已经不知所踪 随后安娜到警局报了案 阿祖知道单凭自己警长的身份 还无法与兔子抗衡 于是他便找到凯哥寻求帮助 却不料凯哥张口就问了一个问题 听到阿祖的回答 凯哥上去就是一个寸拳 两人混战到一起 经过一番激烈的大战后 平静下来的两人也谈起了正式 一番交谈下两人达成协议 处理完一切的阿祖刚回到警局 就预感到不对